在回首 晕着等归一途 案发的1998年 身份证号码是15位 出生日期表示为770420 怪了 这里是表示1977年吗 但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不但穿越了 而且会导致区域代码变成37098 缺一位 所以这个酒是多余的 这坑要怎么填呢 那就把出生日期后的三位数 偷偷改成两位 这个证的问题不止一个 出租车汽车驾驶员这种表述很累赘 出租车就是出租汽车的简称啊 证是场合一般用出租汽车驾驶员 也有简化成出租车驾驶员的 还有这个证是华林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发的 却盖着交警支队的章 享受了驾照和行驶证的同等待遇 实际上出租车的服务资格证或者监督卡 大都是运管部门合发的 少数地方是行业协会发的 都没盖交警的章 为什么画钢 1998年度那么大 因为在第一号吗 因为字少吗 我来给几个排版建议 你敢信吗 这是1998年的电影海报 电脑喷汇的既视感 只有英文 而且是电脑字体 国际化信息化水平太超前了 其实 那个年代的巨幅电影海报 是浓浓的手工画风 发行方印刷的海报确实用电脑排版了 但不是很大张 而且不是纯英文的 上传狼桥一梦海报的网友说 这电影是1996年上映的 那么问题来了 1998年泰坦尼克号上映时 电影院还挂着1996年的狼桥一梦的海报 是不是留太久了 另外网友们猜测 剧中两人看的是春风沉醉的夜晚 同样是秦浩主演的 如果是真的 我觉得这是剧组故意调皮 因为那是2009年的电影 而且没在中国内地供应过 有个广告灯箱也穿越了 远远家常菜馆太潮了吧 1998年就用上了华康正言凯体 那时候电脑里比较酷的字体 也就水柱体 琥珀体 采人体之类的 很多年后 才大量涌现不均一格的书法字体 1998年的这张长报 头版头条标题的字体也有点可疑 这种细细的黑题叫什么 那个年代的报纸标题 用这种字体吗 另外在当时的中国内地 很少报纸会把一张照片放那么大 这家大型老国企这么前卫吗 抱掩未知的标题 画刚建设创新型企业商标 很费解 商标怎么建设 应该说陪人 漫长的季节分了四张 每张的标题挺文艺 但表现形式不规范不友好 有些问题还出现在 其他一些场合的字幕里 一是汉字部分没有用竖牌的引号 不符合国家标准 顺便说一下 现在一些新媒体横牌文稿的引号 貌似竖牌的单引号 但又逆时针旋转了90度 很潮很文艺 这其实是港台常见的横牌引号格式 并不符合内地的标准 再说第二个问题 有时字幕和背景画面的区分度不高 也没加描边和阴影不好辨认 特别是小小的英文 片头的眼值圆表 背景倒是单纯 但那些英文也太小了 第三个问题 竖牌的汉字 从左到右排列 不符合常规 每张的标题这样配英文 顺序就更混乱了 总之 希望国剧打磨好细节 多出精品 你喜欢这期视频吗 欢迎评论 点赞 转发 关注 谢谢